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讲解项目实战 我们会对这个Header组件的Redux的逻辑进行继续的拆分 进入到我们之前的代码里面 我们打开Common目录下,Header目录 然后呢我们打开Store 在这里我们会有一个Reducer 在这里可以看到它会接收Action,然后做一些处理 我们再打开我们的Store外面的这个Index.js里 我把这两空间一起打开,Reducer和Index.js 咱们一起来看啊,在Index.js里面 我们往下翻,你呢要改变数据的时候 你开发Action,然后呢Reducer接收Action 来去修改数据,好,这块代码实际上 我们说Action呢你不要直接写成这种对象 类型呢也不要写成字符串 我们应该用Action Creator来创建Action 同时类型我们应该定义成长量 所以这块呢我们来改下我们的代码 首先我们在Store目录下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ActionCreators.js 它呢帮助我们创建Action 在这里Export几个ActionCreator出去 我们看一下啊,打开Index.js 这里呢有两种类型的Action,一个是Focus 一个是Learn,所以呢我们写一下 SearchFocus Export几个ActionCreator是一个函数 它来返回一个对象 当然呢我们可以这么去写 直接返回的是一个对象了 那这块我们把Tap让它等于 我们找到这个类型是SearchFocus OK,再来一个 SearchFocus 这呢写成SearchFocus OK,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进入到Index.js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代码怎么写呢 Import SearchFocus As ActionCreator吧 From哪里呢 From当前幕下的Storm幕下的 ActionCreators 好,我把ActionCreators里面 也就是现在这个文件里的所有内容呢 都导入进来 导入进来之后呢 我把它起个名字叫做ActionCreators 这是引入的一个ES6的语法 OK,引入了ActionCreators之后呢 我们在下面去写 这块你要创建一个Action 怎么创建呢 你要调用ActionCreators里面的 我们找这个SearchFocus方法 到这儿 它就会帮你创建一个Action 然后呢 你再把Action派罚出去 当然这块呢 你可以直接就把它写到这里就行了 然后这个Action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接着我们继续来说 这块的Action一样 我都可以把它去掉 改成ActionCreator.R SearchBlur 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页面 刷新 它会说你这里写的有问题 ActionCreator你的引入形式写的不对 我们打开文件的上半部分 在这儿 你呢不需要加这个 发口号 这是我书写的问题 保存 再回过来 刷 没有任何的问题 大家来看啊 功能依然是好用的 我们可以打开控制台 你呢可以看到 这里也没有任何的错误 我们接着继续往下写 ActionCreator 大家来看啊 ActionCreator里面 它去创建Action 所以呢这个时候 我把Index.js先关掉 咱们进入到ActionCreator里面 这里这些字符串 我们都应该用长量给它替换掉 所以在Store目录下 我会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什么呢 叫做 Constants.js 或者呢叫 ActionTabs.js 都是可以的 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 一般呢 我喜欢把它叫做 Constants 就是长量 回车 在这里面呢 我们定义几个长量 ExportConstant 第一个长量呢 我们看叫做 SearchFocus 等于 它等于什么呢 以前我们写的就是 SearchFocus 但是现在 我们要把它所在的路径 给它加上 它是header下面的 这样的长量 所以呢我把header 加在前面 这样的话 为了避免后续的一些 命名的冲突 相当于header 就是一个命名空间的意思 接着我们再来写 ExportConstant 叫做 SearchBlur 等于header下面的 SearchBlur OK 保存 接着 我们到这个 ActionCreators里面 做这样一件事 Import 新 Add the Action Taps From From哪里呢 From当前路径下的 Constants 或者你也可以给它 启名叫做Constants 都是OK的 然后我们这块 把这个东西 就可以替换成 Constants 下面的 我们找一下 找一下啊 Search Focus 这个类型 我们把它替换成 Constants 下面的 Search Blur 保存 然后我们回到页面上 大家来看 功能不好用了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你派发Action的类型 变成这样的一个长量 那么Reducer 也需要接收这个类型 它呢 还是以前的字符串 所以这就不对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打开ActionCreators 把这段代码呀 Import的代码 复制一下 放到哪里呢 放到Reducer里面去 写在最上面 然后ActionType 这个时候等于什么 等于Constants 下面的 我们来看 SearchFocus 下面这个等于 Constants 下面的 SearchFlar 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页面再看啊 刷 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OK 回过来 还有一个地方的代码 我们要改一下 这块的功能呢 我们都已经拆分完毕了 我们看啊 Index.js 在这儿 它去引用 ActionCreators的时候 怎么引用呢 它要去找到Store 然后再到Store里面去找这个 ActionCreators 实际上呢 我们希望Store里面的东西 它的出口文件呢 都是Index.js 不要去 不要去一个一个的引入这里面具体的文件 你只要引入Store的这个Index.js 它就可以把里面的这些东西都暴露出去 那怎么做呢 你这样来写 Import 新 As ActionCreators From哪里 From 当前幕下的 ActionCreators OK 再来看 Import 新 As Constants From 当前幕下的 Constants 好 ReducerConstants ActionCreator 都引入了 我呢导出的时候 我把ActionCreators 给它导出出去 我把Constants 也给它导出出去 这样的话 这一个Index.js 就引入了这个文件夹下的所有内容 同时把这些内容啊 又做了一次导出 那么 假设 我在这个文件夹之外 Index.js 我要去引入ActionCreator 这个时候怎么去引呢 你就不用写这么多了 你直接Import 加一个花口号 ActionCreators From哪里呢 From当前幕下的 Store 就可以了 它呢 会去Store里面 找这个Index.js Index.js 恰好导出了ActionCreator 所以呢 你在这儿 直接就能用这个ActionCreators 保存 我们回到页面下 发信 它会报一个错误 说 Constants 有问题 我们呢 就打开我们的这个文件 回到Index.js 暴露出口的这个文件里啊 大家可以看到 估计是这里评错了 Constants Constants 这里没问题 Constants 这块 我们小了一个T 保存一下 我们再回到页面 刷 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这样的话 才算是把这个功能 都拆分完毕了 当你拆分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 我们回过来再看一下 Header这个组件 就非常的明晰了 首先 Header组件 Store.js里面 放的是这个组件的 所有的样式 没问题 再看 Index.js 它呢 就是一个 这个Header组件的 一个整体的内容 这里面呢 它会有一个 UI组件 也就是Header 容器组件呢 是Connect 这个方法 返回的一个组件 UI组件 负责渲染 页面上的样式 而容器组件呢 负责处理一些数据和逻辑 OK继续 这个组件 要存放的 所有的内容 我们都放在 这个组件的 Store下面的 Reducer里面 大家可以看啊 Header组件 需要用到的数据 Focused 就在这个 Header文件夹下的 Store里面 所以呢 一个组件 和它相关的 页面的展示的内容 包括数据的内容 我们都统一的 放到了Header 这个文件夹下 这样的话 以后我们拆分组件 管理组件 维护起来 就非常简单了 假设你看到 Header有bug 那么 你直接找到 Header文件夹 到这里面 去找Header的代码 就可以了 它呢 不会分散在 各个部分 都在这一个 文件夹里 所以你到这里 去定位一场 就可以了